今天一早上看到个事情 觉得挺有意思的 想跟大家唠唠 听说水火手机 疑似在没有5G信号的地方 依然显示5G消息一传出来 很快就引起争议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当中的细节 还有过后很多人的反应 非常值得我们回味一下 咱们先说是怎么回事 爆出这个事的 是国内通讯行业专家向先生 他在9月9号发文说 昨天我下班回家 坐地铁10号线 在北京旁边坐着个时尚的小伙子 偶尔偏一眼 我惊讶的发现 他手机上显示着5G信号 然后向先生就纳闷 我上下班一直坐地铁10号线 知道是没有5G的 他怎么就有呢 然后他就赶快去问小伙子 你手机有5G吗 小伙子回答 是啊有5G 我就奇怪了 不是地铁里头没有5G吗 小伙子见我这样 估计有点同情 我这没见过市面的小老头了 说有5G的 我赶快问你是哪家运营商 他说是某通 然后我就从包里边翻出某通的手机 装在华为Made40里 这手机是5G手机 但显示的还是4G 我估计向先生是越想越想不明白了 就接着问小伙子是什么手机 他说是水果14 我说我手机也是5G手机 这个时候小伙子就来金句了 他说你是华为手机 就没有5G 在这我插一嘴 其实我理解 每个人喜欢哪个品牌的手机 是个人的喜好 我知道的果粉也有不少 但是咱就是说 这样的话说出来 多少显得有点没文化 当然向先生是专业人士 比我还懂 所以他文章当中谦虚地说了一句 这个我就不和他争了 正在他同意拍了副头的照片 他说晚上他特别去核实了 现在北京地铁10号线 还没有5G信号 正在推进中 事实上三家运营商都未部署5G 这个回复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 而且现在市面上大部分5G手机 都支持NSA模式 即使没有5G基站 也可以通过4G基站连接到网络 因此向先生认为 水果5G信号造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消息一出 反对这种造假说法的人也有不少 我们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严格来说 北京地铁10号线正在逐步推进5G信号的覆盖 而且部分区域已经实现了5G信号覆盖了 因此在某些区域或者时间段之内 水果手机可能是可以连接到5G网络的 再者即便没有连接到真正的5G网络 它显示的信号图标也可能是虚假的 但是这种虚假的信号图标 并不意味着水果手机在造假 这样的说法我认为也不能说 一点道理也没有 那下一步该怎么证实呢 水果会不会出面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呢 您觉得它会吗 我没法说到底存不存在造假 我也不是相关的专家 只能等更多的信息让我去参考 甚至到了最后可能啥也没有 就这么结束了 说实在话 喜欢水果的人会不会因为什么5G信号疑似造假 就不喜欢了 不支持了 不见得吧 我反而觉得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 一些人的反应才更加值得我们留意和分析呢 比如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坐地铁的小伙子说的那句 你是华为手机根本没有5G 那意思我用的水果手机才有呢 看来用的是美国货满满的自豪感呗 只可惜他不知道坐在他旁边的是谁 这就是传说中的斑门弄斧 这倒没什么 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呗 关键是这反映出了我们生活当中 那么多打心底里边 看不上国货的人确实存在 刚才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随便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 在评论区就看到了这样的评论 哈哈早不置疑晚不置疑 知道水果马上要开发布会了 又开始各种整活了 实陆的去举报禁售水果啊 这个评论我觉得多少有点偏激了吧 人家是9月9日发的文章 9月8日坐在地铁 自己生活当中不一定啥时候 遇到点新鲜事就讲出来 没什么问题吧 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看法 什么时间发表没有规定啊 退一步说 就算一个人是有想过 要在特定时期讲讲水果的问题 这在我看来也是人家的权利 没有要抬杠的意思啊 但是国外的品牌 平日里的各种手段 难道不也是花样百出吗 既然在当今社会做生意就会有竞争 就没啥可抱怨的对吧 反而是我们中有些人 用这么叫嚣的语气 替水果说话 我还真的觉得有点不能接受呢 怎么得我们说点话就是整活 还一口一句句 报啊 接受啊 现在还有些人啊 只要我们说说华为的好话 就会被各种嘲讽 说我们不理性不客观 只知道讲情怀 可是大家看看 有些人在讨论到水果的时候 就理性客观吗 简直不要太激动好吧 最后呢我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也想告诉那些人 什么叫救世论事和真正的理性看待 我们就说这次被爆料的水果5G信号 疑似造假的事情 我认为咱们得一分为二的看 一方面这种关于造假的说法呢 的确有待更多的证据去核实 有资料说啊 现在市面上呢 不少5G手机 都没有完全实现5G网络覆盖 因此在某些区域或时间段内 无法连接到真正的5G网络 是正常的现象 不同型号的5G手机在信号接收和天线性能方面呢 存在着差异 也是客观事实 因此咱们的确得理性看待这个事情 不要盲目跟风和听信一些人的说法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不能阻止人们的合理质疑 并提出问题 寻求证实的结果呀 无论是在地铁 还是在其他没有5G信号覆盖的区域 如果水果设备依然显示5G信号 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欺骗消费者 有些人可能尝试为它辩护 认为这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不必过分苛责 然而这种辩护无法洗腥 它在推广5G技术方面的不诚信行为 还有人可能觉得这样说 就是因为不喜欢水果公司 是对它有偏见 所以故意的抹黑 我想说这样讲可就不对了 水果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 理应成为其他企业的榜样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更为关注它监督它 万一属实 假的5G宣传欺骗了消费者 也损害了那些选择相信水果 并且购买的用户的利益 当然普通的消费者 可能不会过分的关注是否造假了 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享受更快的网络速度 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们也不能纵容这种欺骗行为 至于有人说的 这样就是在人家要开发布会的时候 使用手段 刚刚我也提到了 提出质疑随时可以 这么大的公司 连这一点都承受不了吗 再说了 他们或者说美国人 也没少对华为使用手段吧 甚至他们是不是都通过他们的ZF来打压华为了 就这几天天天有人在喊的4G手机卖9000 到现在我明白了 难道说的是水果吗 所以说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水果是一家知名企业 就任其肆意妄为 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于任何不诚信的行为进行谴责和打击 作为消费者 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和理性 不被企业的华丽外表所迷惑 我们需要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同时也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利益 只有通过积极发声和行动 我们才能让企业更加重视消费者的权益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这种公平他们美国人可能不懂 但是我想我们每个跟华为哭过笑过的中国人都懂 过去华为遭受的种种不公 立地在目 公平公理的说 如果华为一直被打压 被我们中的很多人和外国人质疑 从各个角度的质疑 那么水果也应该被仔细的审视 这就是公平 还是那句 喜欢哪个手机是个人看法 但是别给别人随便扣个情怀的大帽子 自己喜欢的水果就是打不得骂不得的 你让别人理性 有的人可能都忘了理性是啥意思 要不查查英文里边理性怎么说吧 说英文他们可能就懂了